阿妈和儿子在课堂上一起打领鼓 念诗词 但长青学院古文班 罕见的有母子当同班同学一起进修学习 课堂中只见儿子时不时帮妈妈看课文 帮忙解决疑惑 老师说颜天津大哥每周三次 带妈妈到不同的地方学习 几乎是不曾缺席 这份陪读的孝心 也让在场的人士相当感动和羡慕 老师在台上教起长青般的爷爷奶奶写字 讲台下的颜承儿阿嬷 虽然已经高龄90岁 写出来的字人相当工整 回忆起当初因为不是字 搭公车去大甲却差点做到彰化 当下心情紧张求助无门 还受到一旁车长小姐的不友善对待 才让阿嬷是毅然决然要 重拾书本认真学习 其国语和平音 我说你是要把他们招在做法去 这种做法是谁人叫你开座 我说我不担心 我说我在学习这个小姐听 我说我学习这个小姐 不错在学习听 我的老师说阿嬷你要担架 不错在学习 如今阿嬷在儿子的陪伴下 全台湾的地名几乎都看得懂了 加入长青班后 阿嬷个性也随之开朗 多才多艺的她甚至还会 自己写词唱歌 积极实践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吃秋天饭 多秋胖 得不死过 至于两位台中采访报道